跟著米露玩ROBOX遊戲各好玩 大家好我是米露 我是米露 我們又回到了劍爆山哦 這一次我們要來後面的洞窟探險哦 我們要進入洞窟了 那這一次洞窟的寵物呢 做起是水晶珠 所以我們看哇這隻珠好胖 我們去打水晶珠這一個洞窟 那這個洞窟裡面呢 紙巾的數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記得有看到的要去挖取哦 這樣你的裝備才能做強化 那這個洞窟呢 整個進來都是水晶的造型 這個遊戲做的還蠻漂亮蠻華麗的 如果你特效全開看起來都很漂亮哦 那首先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那這是第二隻的BOSS 那這隻BOSS呢是一隻狼 是一隻水晶狼 那這個 大家先在這邊看一下 如果進去的話呢 這邊會有一個柵欄會遮起來 那你就進不去了 你要等那個裡面的戰鬥結束才能進去 那裡面這隻水晶狼還蠻大隻哦 那我們等待他們打完哦 好的 裡面的玩家已經打完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進去哦 那每隻王的重生時間呢 就是60秒 那他這一次呢 掉落的物品有單手劍 鋸劍 還有一個鎧甲 跟純淨的海藍 那我們現在60秒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打這隻BOSS囉 那這邊又圍了蠻多新手的 這個遊戲還蠻多人進來玩的 那我們來幫新手打一下 那要注意在等待王的期間呢 如果有人頭上的 這個標誌呈現紅色的 表示那個人是會 可以打到人的哦 他是可能會來亂殺人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為米露新手的時候 常常被人家偷殺 常常被人家圍攻偷殺 跟BF一樣都很愛PVP 所以喜樂愛PVP的朋友們 建議可以來玩這一款劍爆3 好 王出來囉 那注意哦 這次王出來 地上的紅光也是要閃避的哦 那他如果有做一個側躺的動作 那一招是一定要閃避的 因為他的側躺 只要你被躺到啊 好 這一招 那你身上會出現 這一個火焰 那這個火焰在損血的速度非常快 我們立即要用X技能 我來補一下血量 好 再把他敲死 好 掉衣服了 OK 這就是這一隻 王必須注意的地方 就是他側躺的時候 必須要閃避囉 王結束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去下一個區域囉 哇 哥哥去哪裡了 哥哥怎麼跑掉了 好 哥哥走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了下一個區域 哇 這個地方全部都是櫻花耶 好漂亮哦 我們來到了另外一個新天地 好 那映入眼簾左手邊的呢 好 就是一個商店 那這個商店一樣啊 裡面的裝備啊 其實都不太需要買 好 這個裝備都不太需要買 因為打怪就會掉了 掉落率還蠻高的 所以沒有必要去購買這個 好 那這邊是鍛造 好 可以把你有的武器加到 好 可以加到10 那記得喔 他現在改版之後有調整 以前的 鍛造率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那費用也會很低 那現在的鍛造啊 他是會隨著他的機率 如果我按升級的話 他會出現一個鍛造的模樣 那下面會有成功率 那我按一次之後呢 加一之後他成功率是會下降的 所以你加的次數越高 他是會成功率會下降 那你看出現紅光之後 他就會退一 所以你這樣加上去 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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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的話就會直接加到10 不行的話他就會減回去 好 類似像這樣子 依成功率來講 這是他這一次新的改版 所改版的東西 會變得比較困難一點喔 好 左邊這一個是附魔魔法 那在先前的一部影片 米露有介紹過了 那你要找你適當的附魔來使用 那這邊也有寵物商人 可以去買 你剛剛如果有收集了 這一個水晶珠的水晶牙 可以去兌換他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技能的部分 我們一開始第一部影片 我們是介紹了基礎的介紹 那這次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他的爆破 也就是技能 那分成為單劍 大劍 卡塔納 還有雙重武器 就是武器雙齒的意思 然後再來是鐮刀 那技能的部分呢 會有分空用技 比如說我這個重生的話 大劍也是會有重生 卡塔納也有 雙手跟鐮刀也都有 那這個技能 你只要再單一個技能格點滿 是所有的 都會是一樣的 相同的 所有的技能 只要有相同的技能 你只要點一次 他就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使用 每一種武器呢 都會有不同的招式 有區分於近戰的 或者是遠距的 像單劍的這一招 技能劈開 他就是會有一個氣功波會砍出去 那米霧現在的雙手劍呢 他就有一個氣功波 這個是遠距離的 那 這一個就是向前衝刺的 卡塔 就是近距離的 那所有的武器的技能呢 都會有三種特性 就是近距 然後往前衝刺 以及遠距的攻擊 那朋友們就依照你喜歡的武器 去使用你的技能 那不用擔心技能點會不會不夠用 因為這個遊戲啊 有一個狀況 就是所有的技能其實都可以點滿 因為你的等級滿等之後呢 你還是可以持續升級 但是你的等級是不會提升 但是他還是會給你技能點 每完成一次經驗值滿條之後 他會給你三點的技能點 所以代表你是所有的技能都可以點滿的喔 像米露所有的技能幾乎都點滿了 那我還有技能點可以點喔 所以不用擔心 你點錯了怎麼辦 到後期你一定是可以點滿的 米露已經都快點滿了 像這一招也都快點滿了 這邊只要按升級 他就可以點滿 以上就是技能的介紹 那朋友們再搭配你的操作手法 去增加他的連貫性 也就變成了combo囉 就跟BF一樣是有combo的喔 然後再加閃避的靈活性 去找人家PVP吧 這次水晶狼王BOSS介紹的戰利品啊 就是米露身上的這套裝備 那右上方會有一刺喔 然後我們的單手劍兩把是這樣子 那雙手劍是這樣 我們把武器拿起來 呈現的外觀是這樣子喔 那還沒蒐集的朋友們 記得趕快來蒐集喔 以上是這一次第二隻BOSS的 遊戲體驗以及技能的介紹 我是米露 是哥哥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